好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总统拜登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接待了澳洲 印度 日本领袖 白宫表示 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峰会期间会晤讨论了 中国的外交跟他们对南海胁迫跟破坏稳定活动的共同担忧 那么白宫表示呢 拜登跟岸田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 以及开发保护人工智慧 半导体等技术承诺 外务审说两国领导一致认为在解决跟中国有关的问题要密切合作 并且呢确认两国将反对坚决回应中国单方面试图以无力改变东海南海现状的行为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岸田也强调继续跟美方合作来引领建立无核世界的重要性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中军事呢对着持续的升高 那么海军军力也成为关键 但是光凭着美国的造船业难担大任 美国现在呢要伙同日本南韩来抗衡大陆 美国造船业没落全球商船市战率不到1%交船 延迟成本超支 海军难以打造祖父所需的船舰跟潜水艇 对照之下在大陆海军有全球规模最大 商船的市战率50%的造船业为后盾 好这个海军舰队的阵容已经壮大到超越美国 那东京跟首尔近年深化华府关系 来对抗来自大陆北韩的威胁 美日韩国防部长7月达成协议正式来定定期 军事训练情报共享等等 美国寻求日韩设立维修基地 可能将会韩华以及南韩以及日本的同业 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四方安全会谈 其实美国以前来讲 他认为围堵中共跟这个苏联来讲的话 只要在亚洲地区就可以了 只要在西太平洋地区就可以 所以说那时候叫做亚太地区的一个司令 那现在来讲 因为他觉得这已经不足以 光一个亚洲地区来讲 不足以围堵中国跟俄罗斯 所以他把印度也拉进来 那印度本身莫迪就是一个四面八方 非常尖巧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也利用这机会 他就加入了这个协议叫做 所以他现在改成叫做印太 可是我们看看 这四个国家当然背后的这种 营污者是美国 那是不在言下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澳洲跟中国来讲的话 那当然前一任的这种总理 他跟中国来讲是采取一种 比较对抗的这种方式 但是现在这一任总理来讲的话 他开始在经贸上面 他必须认清楚 他要跟中国来讲有一个合作 不然的话如果说再采取对抗方式的话 他会影响到自己人民的生活 包括经济各方面 那印度来讲最近也开始 他也认清楚 说在这边 他目的只是希望说是 能够两边讨好 从中获利 我们看到他跟俄罗斯买油 然后卖武器给这个卖弹药 给乌克兰 然后从美国那边 我们也看出来印度莫迪 也不过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讲 从中来取巧 那我觉得关键是日本 我觉得现在来讲 当然我们后面有看到日本 这个现在也协助美国来维护军舰 可是日本最近我觉得他态度有很大一个改变 他开始也慢慢认清楚事实 美国现在很明显的 他因为自己军力来讲的话 在这个军工技术产业已经在下降 所以他希望说拉着日本 将这个亚太地区的防务 交给日本来管理 所以说叫日本来当副警长 扮演这种角色 可是从这次日本的这种 这个首相的选举 我们就看出来石泡沫 他特别石破帽 他特别讲了 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是我们日本帮美国军 台湾有事 那我们日本会不会被中共的飞弹攻击 他特别提出这种话 那我仔细去研究日本现在态度 日本按照他的安保法案 他日本自己定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叫做重要影响事态 第二个叫做存力 就是他日本能够存 还是能不能够生活的危机事态 第三个是武力攻击事态 当然如果说已经他认为说 是按照他们的安保法案 我日本本土遭受到攻击 那他当然可以做反击 这是不可以 那台湾有事到底算是哪一个事态 是算是重要影响事态 还是存力危机事态 那他们的法令 我看了定得很清楚 如果说只是 这个重要影响事态来讲的话 就台湾如果被攻击 影响到他的这种航运的安全 然后他如果说 他认为这个事情来只是这个样子 美军如果真的跟这个大陆来讲开战的话 那日本要扮演什么小事 如果他只是重要影响事态 他只能对美军做后勤之援 他不能参战的 按照他们的法规 那除非说是 他认为说是这个中美两国开战的话 他如果是他存力危机事态 会影响到我日本的存力来讲的话 他才可以参战 那我们看到 石破茂这次来讲 他特别提出这件事情 他说那如果说是台湾有事 我们日本会不会协助美军 我们会不会遭到飞栽航空间 所以他们现在在争论这个角色 到底台湾有事 算是重要事情还是存力危机 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 如果说航运没有受到影响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不构成他存力危机 也就是说他只能支援美军作战 那自己来讲的话 按照他们的安保法规是不能参战的 所以我觉得拜登来讲的话 这时候他举办这个四方安全会谈 当他自己在亚太地区来讲 印太地区已经要应付中东危机 应付俄户战争 已经疲于奔命捉襟见肘的时候 他当然希望说是在亚洲地区有日本 来替他承担负担一些防务的人 在南太平洋有澳洲 在印度洋有印度 可是我觉得这几个国家 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那我为什么要替你美国去打仗 因为你美国你躲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 你在那边安稳无视 你不会被战火波及 那日本现在就考虑到说 我会不会被战火波及 那澳洲也会说 会不会考虑到我民生 印度来讲 现在来讲 莫迪来讲他唯一一个考量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利用从中获得好处 所以说这三个国家 各有各的盘算 各有各的想法 那拜登你现在这些想法 会不会太天真 另外讲到美国 海军的状况 我觉得美国现在海军 真的是很明显的走下坡 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 第一个 我们知道美国你要 我们经常讲军队陆海空三军 陆军来讲大概成军很快 一年我就可以成立了 那空军来讲大概最少要十年 我买了飞机 我飞行员要培训 要预警机 构成一个作战的体系来讲 要十年 海军要百年 也就是说你海军要陈军来 你要造船 要造船 人员训练的培养 那要很长的时间 那现在美国的造船业 很明显的走下坡 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 他自己的这种军舰现在修船 他自己美国的船屋不够 然后他自己的造船功能也不足 所以他不但没有能力去造船 那很多的造船厂也倒掉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订单 他就倒了 他工人就解散了 他不是国营的事业 他是民间的企业 民间企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当你没有订单的时候 他就倒掉了 所以他现在船屋 对不对 他的企业号 那艘航空母舰摆在船屋里面 已经摆了十几年 到现在还没有拆掉 那你说他怎么会有造船 跟船进场维修的能量 已经很明显的下降 所以他转到日本跟韩国 来替他做维修 那除了日本跟韩国之外 还找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印度 那就让人家提心吊胆 印度海军是有名的 不管是他潜舰 自己没有盖舱盖 就下沉下去 或者是说他的航空母舰 当初造舰的时候 因为粪便堆积了太多 这个堆积到百万吨 然后最后朝气爆炸 炸死五个人 所以美国如果军舰 到印度去修的话 他真的要检查一下 船上面有没有堆积这些 粪便一体的朝气 从这些东西里面 当一个国家 自己海军没有这种实力 已经必须要将他的 修船工作分配给 其他周边国家 我觉得很明显代表 你修船都没有能力了 那你怎么去造船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 所有的军舰 包括他的滨海战斗舰 也都面临了 就是刚成立 刚好不到十年 就面临要被淘汰的命运 那他新的这种军舰来讲 目前也没办法造出来 所以在西太平洋方面 我觉得跟中国来讲的话 这时候刚好一个是 蓄日东升 一个是已经日落西山 那相对比之下 我觉得你美国想要在 这个西太平洋这边 维持你海上的霸权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 那我要认为 他这个美国的造船业 这个衰退 跟他的制造业 美国的制造也在衰退 那造船业也是制造业里面 非常大重要的一个 等于是全面性的 对 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中国大陆在2023年 在去年的时候 他总共造的是 1216烧 我们讲的大吨位 这个包含集装的 就是我们讲的货柜轮 也包括油气轮 就是运石油跟运天然气的 那另外还包括了 就是我们讲的散装货轮 那是这个 那全世界才多少 全世界才2052烧 去年新出来的 中国大陆占1216烧 你看就占了46% 所以它占比是最大 全世界最大 第二就是韩国嘛 那我们看全世界排名 前30大的这些造船厂 中国就占了20家 另外的韩国 韩国占的是5家 日本2家 菲律宾1家 另外2家是哪里 另外2家是在欧洲 所以我们看 全世界前30大 中国大陆就占了2 3分 这个变成我们讲到的 就是说它的规模报酬 当你做的越多的时候 那我的成本压低了 那竞争力建强了 然后我已经驾轻就熟 别人想要掺进来 那种资本额那种技术 还有那种组装的那种 所造成的这种结果 那很难的来加入 因为造船业不是说 像一般小商铺 大家都可以来加入 它不是 它的成本高 它的成本高 它的规模大 要有这方面的条件 另外一个 原来市场立案 它已经造成报酬规模 变成良性循环 想要再加入 蛮困难的 所以美国想要激起直追 所以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我认为困难度很高 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 海军也都做了这样 海军可不可以军转民 然后再来民转军 也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啦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是 中国大陆已经站稳脚跟了 那别人想要替代 别人想要并驾曲 甚至迎头赶上 困难度很高 因为这个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 都能够参加 它的技术的条件 跟它资本额的条件 就那个门槛 大家不是那么容易跨过去 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我想 那美国想要再扳回一层 困难度蛮高的 因为美国还包括它的 我们讲的它的工会制度 它对工人的保障 缺弱的它的资本家 这些大工厂的竞争力 因为工会它有时候 要争取它的福利 那它的竞争力便能下降 所以你各方面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了 它在后面做撤肘 那你有没有办法 资本跟这些 我们说劳工赚双赢呢 很困难 因为劳工所需要拉多一点 资本额 资本家也希望多赚一点 两个是互相矛盾的 这个想要多拿 这个想要多赚 那就是那么大的钱 没办法双赢 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结构性问题 也是制度性问题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会 接下来 这个词 一个小龙子 一旷 请不吝点赞 收场 感谢观看